放在这个关闭状态或经营状态 以免影响论坛的质量 各位校友 各位同学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下午 由分享投资冠名赞助的 这个中欧名家讲坛第三讲 那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叫周雪林 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助理 也是市场部的主任 那么首先我想非常感谢 这个校友会主任王庆江和他的团队 为大家组织这么好的一个论坛 我从今天这个论坛的这个人数 就可以看出来 今天这个论坛非常火爆 今天天气还比较凉爽 但是这个室内的温度非常高 这个温度的高跟人数 跟这个今天演讲者的这个气场有关 应该讲 这个非常温度非常高 那么今天我们大概来了 我估目着看了一下 大概集满的话 应该有一千多位这个校友同学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 跟我们待会儿我们就要隆重推出的 这样一个著名的演讲人 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机会 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那么三月其实这个三月份以来啊 我们这个中欧名家讲坛就开始开讲了 前面两讲大家也领略过 小年教授以及我们的William Burgess教授的这个风采 那么据说前两次论坛也是非常爆满 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这个教授呢 同样如此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个嘉宾 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学者 也是厦门大学的这个教授 易中天教授 我们大家先热力鼓掌一下 那我想提到易中天教授 可能大家根本不会陌生 所以我在这地方我也不想多费这个时间 多费口实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想还是更多的时间 给这个易教授来做精彩的演讲 那么也给大家将来有提问的交流的时间 但是我想提到的一点 就是易中天教授来中欧 跟中欧应该讲是蛮有缘分的 我记得在我们今年一眼别开学的时候 他来做过一次演讲 那一次他好像是用先情住址 来分析我们国家的这个 分析这个金融的这个危机 也非常有独到的见解 那据我所知了 也是我今天中午跟这个易教授 在吃饭交流的时候 他告诉我 这个全国这个邀请他演讲了很多 包括商学院 包括一眼别 那目前他只有两所商学院 他是去演讲的 一所当然是他的这个任教的学校 厦门大学 但是厦门大学 他说一年也只有一次 而中欧有幸有两次 今年三月份 今年五月份有第二次 所以我想这个充分说明了 这个易教授对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支持 对工作支持 那么我想对我们学校支持 几个方面原因 一方面他对我们这个 这个学校的认可 另一方面 我知道他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 所以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来讲 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那么 我想我们还是把时间我留给这个易教授 我对他我想不需要介绍了 我们下来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我们来欢迎易教授上台演讲 拜托工作人员把这个花拿掉 把我的脸露出来 我就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安排我站着讲 我如果坐下来后面能看见吗 看不到我 就移到这 听声音啊 这个摄像也挡住了他们一点 不行我就 不是不行我就站着算了 站着 站着我也够不着了 把这个花也拿掉 那就 那只好有一个人在帮我翻 那电脑怎么弄的 对 这个中欧还要改善条件 弄个阶梯的嘛 我还没有做这个 我安排 我还没有想过 那我再次给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和我们国家经济界的精英们共聚一堂 有回声好像 能听听吗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禅宗的境界 禅宗是一种中国智慧 中国智慧从周易开始 中国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最早是周易 然后是先秦诸子 然后是禅宗 这个中国智慧呢 我最近已经出了一本书 就叫中国智慧 但是这本书呢 目前不上市 由中国移动包了 发给他的全球通 VIP客户 我想这个诸位跟中国移动 可能瓜葛也比较多 估计会得到一本 禅宗的境界就是其中的一讲 什么是禅宗 先解释什么是禅 禅是梵文禅纳的音译 它的本义呢 是禁律 安静的禁 考虑的律 它原本是佛教的 一种修持方式 一种修行的方法 具体的办法就是打坐 盘腿坐起来 安安静静地想 也不是想 是不能想 也不是不能想 是必须想 不是想 叫非想 不是不想 叫非非想 最后进入一种什么境界呢 想入非非 所以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外国朋友 同生意 可能会比较困难 那么我用一个最白的话来表述这个 坐禅 发呆 发呆 发呆可以翻译成英文吗 应该可以吧 发呆 这个就叫做坐禅 这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 但是禅宗 但是禅宗不是坐禅 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 佛教呢 是一种宗教 这个宗教呢 它下面有很多的流派 叫宗派 禅宗是其中的一种 那么禅宗是怎么产生的呢 据这个禅宗自己的说法 是有一次 释迦牟尼佛祖 在灵宗山 开大法会 说法 说法 开大法会的就像今天一样 当然阿弥陀佛 我不是佛祖啊 开大法会说法 因为佛祖呢 释迦牟尼呢 他是没有 自己没有著作的 他不写书的 他的弘法 传法 就是靠开大法会 办讲坛 那比方说这种 叫做 中欧民家讲坛这样子 然后呢 他的弟子们呢 把这个 说法的内容 记录下来 这个就叫做经 就是佛经 所以佛经上 往往第一句话叫做 如是我闻 什么叫如是我闻 我当年就是这样听 佛祖说的 那这次呢 佛祖又开大法会 讲得非常的精彩 精彩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可以用12个字来形容 金莲永帝 丸实点头 天花乱坠 当然这12个字呢 都不是这次法会的典故 金莲永帝呢 是讲的 释迦牟尼佛祖出生的时候 说他一生出来啊 金色的莲花 从地上冒出来 这叫做金莲永帝 丸实点头呢 是东晋一个法师 叫道生法师的典故 说道生法师如虎丘山 到虎丘山说法 说的最精彩的时候 虎丘山上的石头都点头 对对对 说的好 就是就是 丸实点头 天花乱坠呢 是云光法师的典故 说云光法师说法的时候 这天上的花 噼里啪啦往下掉 天花乱坠 天花乱坠这个成语 就是从这来的 花呢 给我一朵 天花乱坠啊 这个时候佛祖就拿起了一朵花 你已经明白 所有的人都不明白 只有一个弟子 叫摩科加社 他笑了 他笑了以后 佛祖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无有正法眼障 涅槃妙心 十相无相 微妙法门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父祖 莫科加社 什么意思呢 前面我们不解释了 翻译不了也没问题 就是说我的整个的学说 思想的精华部分 就在刚才我拿起花 他笑了一下 那一刹那间传过去了 我从此开避一条传法的途径 这个传法的途径呢 就不开法会 不说 什么都不说 不立文字 叫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靠心心相应 我看着你 你笑一下 传过去了 鼻闷还快 禅宗就建立了 禅宗的第一组 就是摩科加社 这个叶子不能读叶 要读社 社公好龙的是社 摩科加社 而且佛祖呢 还指定了摩科加社的接班人 叫阿罗陀 其实这两个人 中国人都知道 我们看西游记 西游记里有一段故事 说唐僧师徒四人 上西天见到了佛祖 说我们不远万里而来 想求得真经 请佛祖赐真经 佛祖说 摩科加社阿罗陀 你们两个带唐僧去 拿金书吧 到了金房以后 摩科加社和阿罗陀 对唐僧说 山穷水尽 也得有点见面理 你要从我这儿取走真经 好处费 意思意思吧 茶水费 是吧 诸位都很熟悉 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干这活的 唐僧师徒说 出家人四大接空 我哪有东西呢 我是没有钱的 出家人 他说你不是有一个 脖子吗 纸巾钵鱼嘛 纸巾做的 这是不适用的 脖子嘛 唐僧没办法 把这脖子给了 那个摩科加社 把金取走了 走到路上才发现 是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就是摩科加社和阿罗陀 干的 其实这里面很有意思的 意思在什么地方呢 摩科加社阿罗陀 是禅宗的初祖和二祖 禅宗是不立文字的 他们两个给你的金 当然是白纸嘛 释迦牟尼让他们两个 去发金书的才是有问题 这是传说且不说他 那么这个脖子是有讲究的 当年释迦牟尼 就给了摩科加社 这么一个脖子 还给了他一件衣服 叫木棉袈裟 这个木棉袈裟的棉字 是要写成柳丝旁的 不能写成木字旁的 因为此前 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服装 主要是两种面料 一种是丝绸 这个叫薄 还有一种是麻 这个叫布 薄呢是贵族穿的 麻呢是平民穿的 所以后世就把那些 没有官衔的普通老百姓 叫布衣 这个布衣指的是麻布 不是棉布 棉花是后来从印度进口的 传入中国的 说传入中国以后 中国人很稀罕 说这个地上怎么长出 像丝棉一样的东西来 因为此前我们中国人的棉衣 是丝棉的 丝棉的棉 当然写成柳丝旁 脚丝旁的棉吗 说怎么还有地上长得 像树一样的丝棉 就叫它木棉 木头的木 丝棉的棉 如果你写成木字旁呢 那就是英雄树 那是另外一种植物 就不对了 木棉袈杀 一件袈杀 一个伯鱼 把一一一伯 传给了摩托家车 然后说你 传中的时候 你看中了谁 认为谁得到了 真正的禅宗的正宗 你就把一伯传给他 叫一伯传人 一伯传人 这个典故 就是从这来的 那么摩托家车 拿到了一伯以后 他去世的时候 就传给了阿洛陀 阿洛陀再传下去 从西方 在西方从摩托家车 一路传下来 传到第28代 叫菩提达摩 菩提达摩 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菩提达摩 到中国来了 从哪里登陆呢 广州 这广州这个城市 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外来的东西 往往从广州 首先登陆 比方说金庸先生的小说 就是从广州登陆的 还有我们现在穿的牛仔裤 T恤也是从广州登陆的 这菩提达摩也是从广州登陆的 从广州登陆 到了中国以后 一路北上 来到了南京 当时叫金陵 这个时候是南朝 梁武帝的时代 那么梁武帝这个人呢 是信佛的 梁武帝曾经四次 使身同太士 就他突然讲我和尚不要当了 我皇帝不要做了 不对 我刚刚说的 我皇帝不要做了 我去坐和尚去 我到同太市坐和尚去 我出家了 他跑到同太市以后 朝中文武百官就着急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 皇上没了 怎么办呢 文武百官只好从国库里面 提出银子来 把梁武帝从同太市赎回来 赎生 这样一来呢 这同太市就赚了很多的钱 所以梁武帝是当时 佛教最大的赞助商 那么梁武帝见了菩提达摩 以后就问了一个问题 说正如此礼佛 有多少功德呀 菩提达摩说 你没有功德 梁武帝就奇怪了 我佛教最大的赞助商 我都白赞助了 没有功德 为什么没有功德呢 菩提达摩说 佛求的是心灵的解脱 不是现实的福报 我们为什么要修佛 就是为了求解脱 而你求的是什么呢 你求的是 你赞助了我 我就要回报给你 你做生意呀 你有什么功德啊 没有功德 这谈不拢啊 谈不拢 菩提达摩就离开了金陵 来到长江边 准备继续北上 浩浩长江 如何过江 菩提达摩从江边摘了一根芦苇 扔在江上 然后跳上去 过去了 这叫做 一尾渡江 渡江以后 继续北上 来到了松山 在松山的一个山洞里面 一动不动的坐了九年 这叫面壁九年 据说当时鸟 在他的肩膀上坐了窝 都不知道 坐了九年 一动不动 坐了九年以后 双眉落尽 变成了茶叶 这个茶叶就叫真美 全是故事 你忽悠 这个事情就轰动了 我觉得这个人 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策划师 因为当时所有的人学佛 都是要念经 要打坐 要磕头 说他是不动的 还就这样成佛的 为其独特 所以抢眼 于是 打奖南北 都知道还有禅宗了 他禅宗马上就宣传出去了 这可以 其实可以作为你们这个 什么 EMBA的案例 公众效应禅宗就建立起来 中国禅宗就建立起来 菩提达摩就是一组 然后有二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关键就在五组和六组 我们现在讲的禅宗 实际上是六组会能建立的 六组会能的老师呢 就是五组红人 红阳的红 忍兽的人 会能呢 原本是一个俗家子 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的人 他的父亲姓卢 原来也是个公务员 做过地方官 因为可能这个和地厂商有点说不清楚 被双规了 丢了官职 这个丢了姓名 因此呢 会能的母亲就带着他从河北 卓州 一路南下 来到现在广东的韶关 砍财为生 因为父亲去世早 母亲不识字 所以会能是不识字的 没有文化 天天去山上砍了财 到街上卖 卖了以后呢 养母亲 有一天他在街上卖财的时候 听见有人读书 他一下就听进去了 听入迷了 这个书讲得真好啊 就问旁边的人 你们知道 这个先生他念的是什么书吗 人家就告诉他说 是金刚经 惠人就说 这个金刚经 谁会讲啊 人家告诉他 湖北 齐州 黄美 双丰山 红忍大法师 说金刚经 最好 他是禅宗无主 那惠人说 那我要去 上学去 那当然这个寺庙里面 这个 你要出家 要学佛 是不交学费的 跟我们中欧不一样 是吧 不收学费的 但是他也得 有陆费啊 还有他母亲 要有人养啊 这个时候就旁边 有一个人 出了十两银子 给他 说你就把母亲安顿好 你就安心去学佛吧 惠人就到了 湖北 齐州 黄美 双丰山 拜见 红忍大法师 见面以后呢 也相当于面试吧 这个核展 中欧是一样的 都要面试一下 面试的时候 这红忍就照例问他了 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惠能 那你是哪里人呢 他说我是岭南人 就是广东人啊 红忍说广东人 广东人是野蛮人啊 野蛮人怎么能够成佛啊 惠人说 不对吧 人有南北 佛性无南北 佛是普渡众生的 佛怎么能够分南北呢 岭南人怎么就不能学佛呢 红忍当时一天 这个人了不得 这个人有慧根 这个人可能是肉身菩萨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说那好吧 那你就到厨房里面去吧 就这个 当时在禅灵学佛啊 第一件事是到厨房去 首先要到吹尸班去的 你到厨房干活去 干活去 头发也没有剃 就在厨房里 那么这么过了几年以后呢 红忍的决定要传衣钵了 因为和尚呢 他这个 他是没有子女的 他也是人 他也要原籍的 那么他要挑一个 接班人叫法士 把衣钵传给他 他就宣布了 他说我现在要传衣钵了 你们所有的人呢 都可以参与竞争 都有资格 但是呢 要写一则记 要写一则记 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 拿博士学位啊 你要做一个学位论文 你要做个博士论文 谁做的好 就是谁 我这博士学位 只有一个 这宣布的以后 所有的学生 都在那议论说 那我们写什么呢 我们当中最优秀的 最有学问的 就是神秀嘛 神秀大师兄 已经是教授了 就教授师 已经担任了教授师 说他 我们怎么能争得过他呢 我们不写了 看他写吧 神秀就晚上睡不着了 说我这个博士论文 是写还是不写呢 我写出来以后 答辩通不过 我这个人丢不起 我要是不写 机会就没了 写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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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 说悄悄地写 于是他半夜三更 跑到寺庙这个墙前面 在墙上写了一首记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莫是惹尘埃 菩提树 我们知道是 释迦牟尼佛得道的时候 他做的那个树 释迦牟尼当年 他是做在菩提树下 物得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佛教崇拜这个菩提树 那么神秀说 我的身体呢 就像菩提树一样 我的心灵呢 就像镜子一样 这个菩提树呢 我要把它爱护好 这个镜子呢 我要把它擦干净 不能让它受到了精神污染 这个记写出来以后 红忍大法师一看说 这个没有开窍 因为佛家讲四大皆空 都是空无 你还有一棵树 你还有一面镜子 你真没有 得到啊 就说 写嘛 写的还是不错地 暂时就先不答辩了 大家都琢磨琢磨 你们其他人呢 都可以诵读一下 于是这个满寺庙的和尚 就都在那唱 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实时勤佛事 末世惹尘埃 念着念着的慧能就听见了 慧能一听说 这个 这个不靠谱啊 这个东西写的 根本就不对 于是他就跑 从厨房里跑出来 我写一个 大家都笑 你写一个 你头发都没有剃 厨房里干活 又不认识字 你写啥 你也博士论文 刚好 这个时候刚好来了一位官员 叫张日用来烧香 慧能就过去说 张大人 我也有一则记 但是呢 我不认识字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写一下 张日用说 你不认识字 你不认识字 你博士论文 还要人家写 这个太不靠谱了吧 慧能说 张大人 佛家讲众生平等 学佛的人 怎么能看不起人呢 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下下人有上上志 上上人有没意志 你不要瞧不起我们草根 不要瞧不起我们地位低的人 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 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写呢 好好 张师 好好 你说吧 你说吧 我跟你写啊 慧能说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四大皆空嘛 哪有菩提树呢 菩提树是没有的 哪有明镜台的 明镜台也是没有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 哪来的尘埃呢 这个东西写出来以后 红忍看了以后 大吃一惊 这才是正宗的禅宗啊 就是肉身菩萨 这个衣钵要传给他 但是大家想一想 这边有一个神秀 在这个庙里面已经熬了 十来二十几年了 学问最高 地位最高 你不把衣钵传给他 崔氏班厨房里面 一个长着头发 不认识字的野蛮人 广东人 你把衣钵传给他 那不翻天了吗 于是红忍就对大家说 这个写的也不咋地啊 继续想 然后来到厨房 就问这个惠能 说你这个米冲好了吗 惠能说米熟了 欠一筛 筛子的筛 筛子的筛怎么写 竹字头一个老师的诗 其实意思是 我是没有问题的 可我没老师啊 我没有导师 我博士那文做好了 博士导师还没找着呢 这个红忍也就明白了 红忍就拿起残杖 红忍拿起残杖 在聪明的石锥上 帮帮帮敲了三项 走了 惠能也就明白了 当夜半夜三更 进入了方丈寺 大家都要笑了 是不是 你这说西游记呢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西游记是超他的 因为这是唐代的故事 西游记是明代的作品 那么到了方丈时 红忍大法师就给惠能说金刚经 说到一半的时候 惠能说弟子全明白了 这好学生真的是不用 这响古不用重锤 这好学生用不到多讲 点一下就行了 天天讲天天讲 他不明白了 这学生也甭教 意思的 明白以后这个宏远把衣钵拿出来说 传给你 你就是禅宗六祖 但是这个事情太危险了 你在这待不住 此处不可久留 我现在就送你南下 渡江南下 就带着惠能就来到了长江边 江边上正好有一艘船 这个船怎么正好有了 我也不知道 佛祖安排的吧 这个 红忍就对 惠能说你上船 我来划船 渡你过江 惠能说不 弟子自己过江 红忍说 哎 何当五渡如 因为佛家讲渡人嘛 渡人 老师就要渡学生 所以该我渡 这是双关语 惠能说 迷失失度 物了 自度 我不明白的时候 请老师渡我 我现在明白了 我自己过去 我自己到达彼岸 宏人心想真是肉身菩萨 如是如是 和佛法就靠地弘扬了 赶紧上路 惠能自己划船过江 一路南下 又回到了广东 隐姓埋名 十几年 待在哪了 待在广州的法姓寺 这样十几年以后呢 神秀没有得到这个衣钵 但是红忍去世以后 这个双丰山这个地方的和尚 大家都推神秀为掌门嘛 于是神秀的名气就大起来了 最后武则天把他请到了洛阳 当了国师 这个时候 惠能就想 我再出山 神秀也不会加害于我了 安全了 因为他已经 很大了嘛 那么惠能怎么出山呢 正好有一天 寺庙里的和尚 讨论一个哲学问题 这个哲学问题就是 帆为什么会动 帆就是寺庙里的旗子 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呢 他们说 帆是无情物 什么叫无情物 就是没有生命 没有心理 没有意志的 这个旗子是没有生命的 生命体才会动 没有生命的东西 它怎么会动呢 第二个和尚说 帆不动 风吹帆动 帆他是自己没有动的 风吹在他动 那么第三个和尚就说了 风也是无情物 怎么会动呢 都讲不清楚了 大家在那七嘴八舌 风动了 翻动了 风不动了 翻自动了 翻自动了 风不动了 这时候慧能从厨房里走出来 大声说 什么翻动 什么风动 其实是你们心动 心不动 都不动 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 法姓寺的主持 应中大法师 大吃一惊 就把慧能请到方丈 说我听说 五祖 红忍大法师的法士 也就是六祖 南下了 是不是就是你啊 慧能说 阿弥陀佛 不敢当 应中说 那就请你出示衣钵吧 慧能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把传给他的木棉袈裟 和纸巾薄鱼拿出来了 只是证明了 博士学位证书 而应中一看这两件东西 扑通一下 自己跪下来 公营六祖法驾 会能赶快把他扶下 说不好意思 头发还没剃呢 那么应中马上叫人打来热水 洗了头 给慧能剃肚 把头发剃了 然后再跪下来 拜慧能为老师 那这个师生关系非常好玩 先当老师 再当学生 那么从此 禅宗南宗就建立起来了 而禅宗南宗呢 就是中国禅宗 其实我们讲禅宗 就是讲的南宗 神秀在北边 在洛阳创立的那个叫北宗 北宗后来越来越衰败 南宗越来越兴盛 现在我们说到禅宗 就是指中国禅宗 就是指中国禅宗的南宗 慧能创立的禅宗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慧能创立的禅宗南宗 这么兴旺呢 结论是因为他 才真正做到了佛教的中国化 我们知道佛教呢 是一种外来文化 是印度文化 任何外来文化 进入中国 要想站得住脚 必须中国化 从佛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都无一例外 任何主义到了中国 你必须中国化 你看很多宗教 很多宗教传进来 比方说 这个伊朗的这个摩尼教 传入过中国 以色列的犹太教 也传入过中国 另外伊斯兰教 基督教都传入中国 但是谁在中国的势力 都没有这个佛教打 就因为佛教中国化 而佛教开始 是和这个中国文化是冲突的 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呢 是一种人间的文化 世俗的文化 中国人热爱的生活 是四世同堂的 这样一种 男跟女志的 四世同堂的 家庭家族式的 充满亲情和温馨的 这样一种生活 而佛教这个出家人 第一是不信父亲的信了 取一个法号 信什么呢 信氏 都跟释迦牟尼是近 所有的 正式的出家人 少林寺的组织 叫氏永信 这在吴家看来 叫吴父 没有父亲 第二出家人 见了皇帝不客头 双手合十 说个阿弥陀佛 这在儒家看的 叫吴君 所以儒家是反对 佛家的 吴君 吴父 是秦寿也 更糟糕的是 出家人不能结婚 不能结婚 儿子从哪里来 没有儿子 就断了香火 不孝有三 断后为大呀 这个东西 中国人怎么能接受呢 更何况 我们还有那么多 世俗的要求 我们要做官 我们要发财 我们还要男欢女爱 我们都信了佛了 都没了 所以佛教必须中国化 必须中国化 那么谁做到的呢 禅宗 禅宗 禅宗怎么做到的呢 第一 他宣布禁土无理 什么叫禁土 干净的禁 干干净净的禁 土地的土 佛教啊 他有一个基本教义 这个教义只有一个字 苦 为什么呢 因为释迦牟尼 原本是禁犯王 禁犯王国的王太子 他是长大了 应该做国王的 但是他出家了 他为什么出家呢 就是因为有一天 他出王城的时候 王城有四个门 他看到了四副图像 生老病死 他从生老病死 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苦 生孩子生不下来 苦 老了以后走不动 吃不下饭 苦 生病了以后浑身痛 苦 死更是苦 生老病死都是苦 得出结论来 人生就是苦 后来释迦牟尼说法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 请你们大家想一想 人生是不是苦 你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你的父母亲的精子和卵子结合了以后 你就有了生命 那么那个时候你在哪呢 子宫 子宫是一个什么环境呢 密不透风 暗无天日 母亲喝一口热水 你浑身发烫 母亲喝一口凉水 你浑身发抖 母亲翻一个生理 这个里面被扔过来扔过去 自己排泄的粪便 也在羊水里面 还要再吃进去的 十月怀胎苦不堪言 忍无可忍 破门而出 硬挤出来 受不了了吗 最后落到那个惨入上面 柔润的皮肤 碰到那个坚硬的惨弱 如坐针毡 忍无可忍 哇 放生痛哭 有谁落地笑呵呵啊 是谁 有谁高高兴兴来到这个世界啊 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受苦的呀 然后你就不停地啼哭啊 然后你要长大呀 你要被迫去上幼儿园啊 你要背着很沉重的书包去上小学啊 你晚上要做很多的功课呀 你要拼命去高考啊 高考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呀 现在企业都假招工啊 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以后 你要当乙族啊 要当房奴啊 你要辛辛苦苦 一辈子你才能买一套房子 等你房贷还完了以后 你也差不多了呀 何况你还要结婚啊 你还要再养孩子啊 你还给孩子挣奶粉钱啊 你没完没了的苦啊 人生是苦啊 那么为什么会苦呢 因为你生在东方晦土 你生活在人世间 怎么样才不苦呢 往生西方净土 你下辈子你就投胎到西方净土去 就不苦了 那么怎样投胎到西方净土呢 找阿弥陀佛 因为西方极弱世界有很多很多 西方净土有非常多 其中最靠谱的一个叫阿弥陀佛 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为什么靠谱呢 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 是佛界的两个帮助我们的人 这两个人呢 佛祖赋予他们特别的功能 可以往返天国与人间 不需要签证 其他的佛菩萨到了这个西天以后 他就不回来了 他就在西天呆着 只有这两个是来来往往的 观音菩萨管什么呢 管救苦救难 所以叫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能够救苦救难呢 因为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万千化身 你只要有苦难 你喊一声观音菩萨救我 他就能听见 他就能看见 他就能过去 他千手千眼万千化身嘛 阿弥陀佛是管什么呢 管你死了的时候把你带到西方净土 那么为了你保证你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你平时要练习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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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临死之前可以喊三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过来把他接走了 这个宗派叫净土宗 非常好修的 就是阿弥陀佛 但是传宗说净土是没有道理的 慧能说东方人遭罪 求佛 念佛求生西方 西方人遭罪 念佛求生何方 东方人说我们苦啊苦啊 那我到西方去吧 那西方人苦他到哪去 逻辑不通嘛 这就把天国否定了 天国否定了以后呢 佛法就在人间了 不对 调错了 怎么回去啊 回不去 对 回不去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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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下一节的 对 这就把天国否定了 这是第一个 净土无理 第二个呢 叫做佛也是人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语言文字当中 对我们民族没有卓越贡献的死了以后就是鬼 比如说大雨 他治水 他有大功劳吧 大雨治水 他死了以后就是神 我一中天没有贡献的死了以后就是鬼 啊 这两个都不是人 鲜呢 是什么呢 鲜是肉体飞升 本来是个人 我练啊练啊练啊练成了 或者我吃一颗鲜丹吃下去 身体变轻了 猪飘上去了 这叫仙 而且你可以把家里人都带走的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阿玛阿狗都可以带到天上去 都变轻了 永远活着的人 这是仙 佛是什么呢 佛是觉悟了的人 也是人 佛也是人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呢 叫做独精无用 这我们平时这个 不是我们平时啊 禅宗之前修行 要读经书 对不对 而禅宗认为读经是没有用的 有两个故事 一个讲一个禅师叫德山宣建 德山宣建的原来是反对禅宗的 是主张读经的读书的 他说这个禅宗 他说我们这个人呢 读了一辈子的经书 也未必能够成佛 禅宗说不读经就可以成佛 这太不像话了 天底下那有这样便宜的事情 对不对 我去找禅宗辩论 他就挑了一段经书 上路了 走到半路的时候呢 肚子饿 看见一个老太太啊 在卖点心 她说老人家 我想呢 买一点点心 老太太说 看来你是个和尚 她说是 那你担子上挑的是什么呢 德山宣建说是经书 老太太说好 我问一个问题 你答上来了 点心白送 答不上来 别的地方去买 我们卖给你 德山宣就说 行了 我保读经书啊 没有难不倒的问题 你问吧 也是这个老太太就说了 金刚经上说 过去心 不可得 现在心 不可得 未来心 不可得 三心都不可得 请问大和尚 你要点哪个心 你不是要点心吗 德山宣建说 我挑了一段金数据 跟禅师辩论 走到这一个 卖点心的老太婆 我就辩不过了 我这书读的 有什么用啊 还有一个禅师 叫古灵神战 他也是悟出了 这个道理 悟出这个道理以后 他就回到他原来 出家的那个寺庙去 找他的启蒙老师 发现他的启蒙老师 还在读经 他就想怎么样 让老师开窍呢 正好有一只蜜蜂 在房子里面飞 这个蜜蜂呢 想飞出去 旁边一个门打开着 蜜蜂不飞 蜜蜂往窗上蹦 撞 窗上胡着窗户纸 他老却撞了个窗户纸 古灵神战就 马上脱口而出 口瞻一记 空门不肯出 头窗也大吃 百年砖 砖固子 何日出头时 你就在这个固子 得你砖吧 你什么时候出头啊 你什么时候出得去啊 老师悟了 这是第三条 读经无用 第四 坐禅无功 读经是没有用的 打坐 坐禅有用吗 没用 有一个著名的禅师 叫马祖道医 马祖道医呢 是南越怀让的学生 马祖道医到 南越怀让的学佛的时候 开始也是打坐的 坐禅 坐在那个地方 飞响飞飞响 响如飞飞 坐哪 这南越怀让的 知道马祖道医有慧根 是肉身菩萨 但是现在还不开窍 要点破他 南越怀让就来问他了 说这个学生啊 你在这干什么呢 马祖道医说 坐禅 南越怀让说 你坐禅 想干什么呢 成佛 怀让说 哦 在旁边捡了一块砖头 在墙上磨 学生看见老师 拿一块砖头在墙上磨 就觉得很奇怪 说老师你在干什么呢 老师说 我要把它磨成一面镜子 这马祖道医就扑哧一笑了 这老师 磨砖岂能成镜呢 一个砖头能磨成镜子吗 南越怀让马上说 磨砖不能成镜 坐禅 坐禅 岂能成佛 坐禅就能成佛吗 哦 马祖道医误了 净土无礼 佛也是人 独经无用 坐禅无功 最后发展到什么 发展到 喝佛骂祖 喝佛骂祖 就是 骂佛祖 烧佛金 很典型的一个人物 叫丹霞天然 天 天地的天 所以然的然 天然 这个丹霞天然 原本是一个儒生 一个读书人 按照当时的读书人的出路 就读书做官了 要参加科举 考试了 他就进京赶考 走到半路 住宿的时候 来了一个学佛的人 这个学佛的人 就问他说 年轻人 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这个年轻人说 我要去考公务员 这个学佛的人说 当公务员 哪里比得上 当活菩萨 你应该去学佛 于是这个丹霞天然 就去学佛 找谁呢 就是刚才说到的 马祖道一 见了马祖道一以后 丹霞天然 扑通一下 跪下来 两个手 把头抱住 不说话 意思很清楚 你给我剃头发 但是禅宗是不立文字的 你不能说剃头发 你说剃头发 他不给你剃了 知道了 马祖道一看 这来者不善了 这个人 这学生招不得 这个当老师招 学生可有诀窍了 太蠢的不能招 太聪明的也不能招 太聪明了 你对付不了 他说我不是你的老师 石头西迁 才是你的老师 石头西迁和马祖道一 是当时禅宗的两大 这个禅室 最牛的两个 他一脚就把这个皮球 踢过去了 当下天然就跑到石头西迁那去了 又跪下了 两个手抱头 石头西迁不吃他一趟 厨房里去 这个是 当下天然没办法 就到厨房里去了 在厨房里干了三年 有一天 石头西迁就把 学生们都都召集起来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劳动一下 这个大殿前面呢 杂草重生 命而等 铲除 殿前杂草 学生们听了以后呢 都去拿锄头 只有这个 当下天然的 他跑到厨房里 打了一盆热水 把头发一洗 洗干 洗完了以后 跪在石头西迁跟前 石头西迁一看明白了 是啊是啊 剩除 殿前杂草 这是殿前杂草 自己说过的话 没办法 跟他把头发剃了 剃了以后 就跟他说法 他把两个耳朵一捂 掉头就跑 跑哪去 跑回马祖道一那 跑回马祖道一的寺庙 他也不进方丈室 他跑到禅房里面 一跳跳到一个和尚的 脖子上骑着 这么一起 就整个寺院都惊动了 马祖道一 只好来看他 看到他以后 说了一句话 说我只天然 他本来是一句感叹的话 说你这个孩子呢 倒还是蛮天真的 蛮率性的 性情中人 天然 就这个意思 当下天然 天然听了这句话以后 从那个和尚的脖子 爬下来 到政科到附处的正处 哎呀 什么时候熬出头啊 一夜成名 成名了以后 他到处走 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庙里面 这个庙里面 天冷 他就把这个 木头的佛像搬来 烧了 烤火 这一烤火 这个寺庙的院主就不看了 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回事 你怎么能烧佛像 你要干什么呀 他说我要烧舍利子 舍利子都是得到高僧 元祭以后 火化了以后得出来的吗 烧出来的吗 舍利子都是烧出来的 我想烧个舍利子 这院主说 个木头哪有舍利子呢 既然是木头 这个当然天然说 既然是木头有什么烧不得呢 这不就是木头吗 烧了 喝佛骂主 喝佛骂主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说一个禅宗 他都整成这个 这个德性呢 他还是佛教吗 是 而且在我看来 禅宗更是佛教 为什么呢 他抓住了佛教的根本 佛教的根本是什么 是佛 什么是佛呢 佛就是佛陀 佛陀是梵文的音译 本义是什么呢 觉悟者 就觉悟了的人 就是佛 不觉悟的人 就是人 众生 和佛有什么区别 就在于觉悟 还是不觉悟 不对不对 按哪个 就是看你 觉悟还是不觉悟 当然 不是说所有的觉悟的人 都是佛 成为佛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叫自觉 就是自己觉悟 第二个叫觉他 就是让别人觉悟 第三个叫觉醒圆满 怎样觉醒圆满呢 普度众生 因为石家牟尼 在菩提树下 悟到的无上 正等正觉 第一条就是苦 我前面讲过了 因为苦 不用不用 就是苦 所以要佛 佛主立下的宏愿呢 就是要普度众生 要所有的人都脱离苦海 这个叫觉醒圆满 满足三个条件 的是佛 满足前两个条件 的是菩萨 一个条件 没有的 就是众生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佛主立下宏愿 普度众生 请问众生 可以普度吗 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众生 是不可以普度的 这个宏愿 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众生是可以普度的 所有人都可以成佛的 那么请问 为什么 禅宗的解释是 众生皆有佛性 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有佛性的 用教育学的语言说 每个人都是可以成才的 每个人天生 就是可以成才的 每个人的天资是一样的 所以学生没有好坏 老师才有好坏 因为学生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成才的 都具备成才的可能性 就佛教的语言来说 就都具备成佛的可能性 那么下面就有 另一个问题了 那么为什么 众生没有成佛呢 禅宗说 因为谜 会能说 谜即佛众生 物即众生佛 因为佛的关键就是觉悟嘛 觉悟的反面就是迷糊嘛 你迷糊 你就是众生 你觉悟 你就是佛 区别就在这儿 于是我们又要问了 那么我们众生 为什么迷呢 禅宗解释说 因为执 执着 执就是认死理 一根筋不开窍 这叫做执 执则迷 迷则不悟 叫执迷不悟 执迷不悟怎么办呢 就要破执 就要破执 要破执 不破执 不但成不了佛 还会出问题 比方说禅宗有一个有名的故事 叫野狐禅 野狐禅的故事呢 是有一个禅师叫百丈淮海的 淮海大法师 淮海大法师 上课的时候啊 他发现除了本班学员以外 还有一个老头来旁听 每次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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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海就 注意到了 有一天上完课以后 宣布下课 说同学们都回去吧 然后把那个老头叫过来 说你来 你到我方丈室来 你不是我们班的学员 请问你是什么人 老头说 我本来也是个和尚 五百年前 我是一个和尚 淮海就问他 那你现在是什么呢 我现在是一只狐狸 是一只野狐狸 那你五百年前的和尚 怎么今天变成狐狸了呢 就是我上课的时候 一句话说错了 没答对 没答对 我就从和尚变成狐狸了 他还说 那你跟我讲讲 看是个什么问题 这个和尚说 他说当时呢 我是一个大和尚 我是老师 有学生问我 说老师 我们学佛 如果学的好了 成绩学的好 修成正果了 还落不落入因果报应 六道轮回 佛就要讲 这个人要不行善了 你就落入六道轮回 阿妈阿狗都变了 我能不能拖出这个 六道轮回因果报应 淮海说 那你怎么回答的 这个野狐狸说 我说不落因果 我回答说不落因果 我说你们成绩好 你学佛学的好 你就不会再落入 因果报应了 我的话音一落 我就变成狐狸了 坏海说 好好好 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 我求大和尚 帮我解脱 坏海说好 你把刚才的问题 再问一遍 这个野狐狸就说 学佛的人 成绩优秀 是不是不再落入 还会不会落 不是是不是 还会不会落入 因果报应 六道轮回 淮海 硬生达到 不灭 不灭因果 什么叫不灭因果 就是不为因果 报应所蒙蔽 不是落入因果 也不是不落因果 是无所谓因果 于是野狐狸 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 还了一个人生 所以物和谜 差很多呀 物和谜 差很多呀 那么要破什么呢 禅宗说破三值 第一是破我值 就不要老说 我怎么这么着 我看见的 我听见的 我亲耳听见 我亲眼看见 告诉你 没有我 我是规律产生的 叫我有法生 因缘合合才有我 大家明白了 好好好 不要说我 那我们说法 禅宗说 法也是空的 禅宗说法 也是执着 于是人们又会说 那我就说空 哎呀 四大皆空啊 一切皆空啊 万象皆空啊 空无啊 空坏啊 虚无啊 虚空啊 这对了吧 才能说不对 你这叫空值 世界不是空 世界是空 世界也不是空 明白了吗 是很难明白 不要想 也不要不想 世界不是空 也不是不空 也不是空 世界是空 也不是空 世界归根结底是空 它又不是空 慢慢来啊 不容易 所以破值非常之难 非常之难 我讲三个例子 看能不能开窍啊 三个例子 我讲个破值难 有一个尼姑叫玄机 玄就是那个玄妙的玄 玄学的玄 机就是机器的机 这个玄机呢 认为自己已经是破值了 已经达到空的境界了 于是他就去挑战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叫雪峰 就是那个下雪的雪 雨雪的雪 山峰的风 玄机 尼姑呢 就来到了 雪峰 和尚那儿 那雪峰接待他 说请问师太 从哪里来 玄机说 大日山 日就是太阳啊 日头 大日山 雪峰说 请问大日山出太阳了吗 你不是大日山吗 太阳 玄机说 大日山要是出太阳 就会融化雪峰 雪峰就知道 这下话也来者不善啊 请问师太法号 玄机说 玄机 我的我的法号叫玄机 玄妙的玄 机器的机 植布机 植布机 雪峰说 那请问 你这架玄机 一天织多少步 你不是织布机吗 你一天织多少步呢 玄机说 寸丝不挂 我这架织布机上 是一根丝都没有的 空吗 你不是四大街空吗 对不对 四大街空 我的织布机上 肯定是没有丝的嘛 没有棉线的嘛 而且它是双关羽嘛 我这架织布机 寸丝不挂 指的是 我这个人 也一切都忘掉了 我已经彻底忘我了 我已经达到忘我的境界了 我也是一丝不挂的 那一个尼姑跟一个和尚说 我一丝不挂 这个雪峰说 阿弥陀佛 领教了 玄机掉头就走 就觉得自己得胜利了 对不对 这辩论不就胜利了吗 就往外走 走了几步 雪峰突然喊一声 玄机失态 玄机说什么事 你的袈裟拖在地上了 玄机赶快回头看 袈裟拖地上了 这个时候雪峰双手一合尸 呵呵一笑说 好一个寸丝不挂 你不是一丝不挂吗 你怎么还有袈裟呀 所以你想这个 达到误的境界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还有一个禅师 叫心善为宽 也是有人来挑战他 就问这个心善为宽 说请问大和尚 道在何处 道在哪里 你不是我们要得道吗 道在什么地方 为宽说 就在眼前 这个人又问 就在眼前 我怎么看不见 唯宽说 因为你有我 所以看不见 这个人又问 那么请问大和尚 你看得见吗 唯宽说 又有你 又有我 更看不见 这个人好像就明白了 就误了 我明白了 有我看不见 有你 有我 更不看不见 没有我 没有你 就看见了吗 唯宽说 没有我 也没有你 谁看呢 能误到一点吧 不容易 我在五大作家班 讲禅宗 那是作家都是 特有悟性的 特机灵的人 讲完了以后 一个作家上台来说 易老师 我明白了 禅宗就是不立文字 因此 这个学期 我考试的时候 交一张白纸 不立文字吗 我说可以 你要成绩的时候 我就笑一笑 像这种斗嘴 像这种斗嘴 在禅宗当中 就叫做 积风 积风呢 是禅宗 开悟的一个 重要的手段 所以你去看 读这个禅宗的书信 里面充满着 这样的东西 充满着这样的东西 这个 比方有一个人 又是问前面的 那个心善为宽 说你们佛家说 众生皆有佛性 请问狗 狗子 狗 有佛性吗 尾宽说有啊 这个又问 和尚里 有佛性吗 他都是色套了 跟现在媒体一样 色套 就是你要说 没有 那你就推翻了 你的佛教的教育 因为佛教教育 是众生皆有佛性 你不能说没有 你要说 有 那说 狗子 狗 有佛性 你有佛性 你跟狗一样 对吧 那么 维宽怎么回答 维宽说没有 那这个人就问了 既然众生皆有佛性 你怎么没有 我又快说 我不是众生 这个人又问 说既然 你不是众生 那你是什么 你是佛吗 你敢说你是佛吗 我又快说 我也不是佛 这个人说 你又不是众生 你又不是佛 那你是什么东西 我又快说 我也不是东西 我不是众生 我不是佛 我也不是东西 他是 这个故事是 说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 在禅宗看来 一切皆可否定 最后的结果是 一切都不必否定 因为我把我 把佛 把道 把经书 我全否定了 就没有什么可否定的了 没有什么可否定 就一切都不必否定了 一切都不必否定了以后 我就干什么都可以了 我就 你要当企业家赚钱 不耽误 你要当公务员升官 也不耽误 你要娶妻生子 也不耽误 因为这些都可以不否定 什么都可以做 区别只在于什么呢 只在于 误与不误 你该干嘛 就干嘛 该怎么干 就怎么干 最后成佛与否 看你误了 还是没有误 所以觉悟只在一瞬间 只在一瞬间 有一个和尚 叫赵州和尚 他的学生来找他 说请问老师 我怎样才能成佛 赵州说 吃粥了吗 吃了 洗碗了吗 没有 洗碗去 这个学生就觉悟了 很容易的 就关键 你开销不开销 还有一次 赵州和尚 来了新学园 赵州就去 见着新学园 然后就问一个学园 说我们这个寺庙 你以前来过吗 这个学园说 我来过的 好好好 吃茶去 然后又问第二个学员 我们这个寺庙 你以前来过吗 这个学生说 没来过 好好好 吃茶去 这旁边站的院长 不明白了 院长说 大和尚 这个学生是 没有来过的 你要他吃茶去 那个学生是来过的 你也要他吃茶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赵州说 院长 院长说在 吃茶去 就是吃茶去 误与不误 看你自己了 可能一瞬间就误了 这叫什么呢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放下屠刀 立地称佛 就你放下屠刀的 那一瞬间就可以称佛 而且这有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小和尚 才死了一只青蛙 于是他的师父 跟他说 出家人不杀生 你杀了一只青蛙 你就有的死罪 你现在死去 你从山上跳下去 这个小和尚 就跑到山边上哭 不肯死吧 哭 这时候来了一个屠夫 屠夫 杀猪的 说小孩你哭什么呀 这小和尚说 我才死一只青蛙 师父让我去死 要我跳下去 这屠夫说 哎 才死一只青蛙 不小心才死一只青蛙 都要跳崖 我杀了那么多的猪 我该死多少回啊 小和尚 你不要死 我替你死吧 这个屠夫就从山上 跳下去了 跳到半山腰的时候 山底升起一朵祥云 把他拖了起来 立地成佛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这就说明什么呢 成佛在瞬间 人人可成佛 关键在觉悟 方式无所谓 通过什么方式都可能成佛 方式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觉悟 比如说有一个禅师 叫无主法眼 法眼禅师 有一天接待了一个官员 这个官员向他来 求这个成佛的方式 这个禅师呢 念了一句 厌师 爱情师 平忽小玉 缘无事 只要坦郎 认得生 小玉是什么 小玉就是丫鬟 坦郎是谁呢 坦郎就是 西晋的美男子 潘约 治安人 小名叫坦郎 这个潘约是当时最漂亮的男人 据说这个潘约出去游玩的时候 坐一辆空车子走 在洛阳城里玩一圈回来 一车水果 为什么呢 女孩子都来给他送水果 太漂亮了 另外同时代的还有一个诗人 诗人叫佐思 佐思长得很丑 佐思要是开一辆车出去转一圈呢 装一车石头回来 大家都跟他扔石头 因为魏晋时期啊 是个非常爱美的时期 人长得漂亮是很占便宜的 曹操最后不能当皇帝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得太丑了 这个潘约的小名叫潘奴 所以后来呢 就把 就 就把女孩子的心上人 叫做潘囊 情哥哥 这一诗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小姐啊 在闺房里面嘛 知道了外面有自己的心上人 自己爱慕的那个帅哥 帅哥哥在外面 他又不能够 他比我厉害 他又不能够直接去跟那个帅哥哥说话 他就不停地叫丫鬟 小玉 喝水 小玉 拿扇子来 小玉 拿毛巾来 小玉 拿点心来 他没事找事 这首诗评忽小玉 原无事 不停地叫着丫鬟 他没事 只要坛囊认得身 他的目的是 让他的帅哥哥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练了这首诗以后 这个法眼法师就对那个来求佛的官员说 你听懂了吗 官员一头雾水 懂了 懂了吗 你们懂了吗 看来我们下面做了不少顾务员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成佛 你要修禅 方式是次要的 觉悟是重要的 只要坛囊认得身的意思就是 只要你觉悟 因此你可以念经 我不是前面说了读经无用吗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觉悟 你可以读经 凭忽小玉原无事吗 只要坛囊认得身 这个官员是没懂的 但是旁边的学生懂了 这个学生也写了一首艳诗 少年一段风流事 只许家人独自治 我小时候有过一段风流运史 这件风流运史 只能让我的好妹妹知道 误了 明白吗 这话什么意思明白吗 明白吗 我有没有觉悟 我是否成佛 只要我知道 只要佛知道 不容易 不容易啊 不容易 那么最后一个话题就是 禅宗的境界了 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宗派 他追求的境界是什么呢 自由 自觉自然 唐代有一个次使叫李敖 他也去找禅师 说 请问怎样才能得到 这个禅师什么话都没说 用手指了指天 用手指了指瓶子 李敖马上就写了一首诗 念得身形似鹤形 千诸松下两寒金 我来问道无鱼说 云在青天 水在瓶 什么是禅 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是禅 我就告诉你 水在瓶子里 还不明白 那我没办法 要不然再念一首诗 这是一个尼姑写的 近日寻春不见春 盲邪踏遍拢头云 归来笑粘梅花绣 春在枝头已十分 说春天来了 我不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到处去找春天 找春天 找春天 转了一圈 回到家门口 门口的一颗梅花开 梅树开了花 我拿了一朵梅花来 一闻 春天就在这里 我干嘛跑那么远了 但是这里面还有陈意识 如果他 没有在外面转一大圈回来 他直接的就找到梅树 跟前栽朵梅花 闻一闻 他能知道春天在哪里吗 不能 有一个故事 说一个妇人 就是像诸位这样的人 或者像王石那样的人 钱多的用不完 去登山 登山回来以后 就坐在海边看落日 旁边有一个农民在种地 这个农民 种了一会儿地就收工了 这个妇人 这个企业家 就把这个农民叫住了 太阳还没有落山 你怎么就收工了 农民说我这个地种够了吗 这个妇人说 哎呀 你这个人就是难 你还有时间 你应该多种一点地 这个农民说 我多种那么多地 要干什么呢 哎 你多种了地 你可以多打粮食 多打粮食 可以多卖钱 多卖钱 你钱又可以生钱 你可以去办企业 你可以挣很多的钱 你会成为亿万富翁 这农民说 那我成为亿万富翁以后 我干什么呢 这个王石就说了 你成为亿万富翁 就可以像我一样 登山以后 在海边看落日吗 农民说这么麻烦 我现在就看落日 但是 你要知道 就是落日 他看的落日 和王石看的落日 不是一个落日 你没有经过一生的奋斗 现在很多人都在想 哎呀 你不要奋斗啊 你奋斗干什么呢 是不是啊 最后不都是一个盒子吗 对不对 你买多少房子 买多少地 最后不都睡在那盒子里面去吗 那我就想问他 你干嘛 你干嘛现在不睡那盒子里去呢 曾国藩 退了以后 写过一副对脸 很牛的 上年叫做 出茶淡饭 不一赏 这等福 老夫 想了 下年叫做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那些事 而被承担 出茶淡饭 不一赏 这是想福 他如果没有建功地 也没有戴过双眼花铃 赏穿黄马褂 他会觉得出茶淡饭 不一赏 是福吗 不要执 不要说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不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不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禅宗讲 未修道时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学了一阵以后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到了最后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有一个过程的 当然说到最根本 清清脆足 总是法生 玉黄花 莫非般若 最后两个字 要念般若 不能念般若 就像南无 要念拿摩 不能念南无一样 般若 就是佛家 讲的最高智慧 最高智慧在哪里 就在自然界 那一根一根青色的竹子 就是佛的化身 那遍地开放的黄花 就是佛家 就是佛家的最高智慧 如果还不明白 我们就唱一首歌 电影《少林寺》的插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城 太阳 从松山山澳里缓缓升起 早刻的钟声 惊动了树上的飞鸟 树林里面 小溪连复一年 叮叮当当的流着 山坡之上 长满了绿绿的青草 这是什么 这就是禅 诸位 误了吗 谢谢 下面我们进入互动环节 我自己做 哪一位有问题可以问 谢谢 有问题可以问 您好 易教授 谢谢您的精彩演讲 我想请问一下 您觉得这个禅宗跟维新主义之间 最重大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说是心动嘛 就是这个山 就是说十年前看到的山和我十年 可能再过二十年和我看到的山是不一样的吗 禅宗就是维新主义哲学 就是 哦 谢谢 但是我要问的是 维新又如何 维物又如何呢 不维又如何 其实 这个恩格斯对维新主义和维物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定 是我们现在学校里面讲哲学的人不讲的 恩格斯说 维物维新的问题只有在认识论这个领域里才是有意义的 他是回答一个问题 思维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就思维和存在是什么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 哲学家分为维新主义和维物主义两大阵营 不是在这个范围内讲这个话题根本就没有意义 所以 其实我对你的问题的最准确的回答是 就不能这么问 你为什么要问呢 你为什么要搞清楚它是维物主义还是维新主义呢 维物主义又怎么招维新主义又怎么样呢 没意义吗 易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讲的残忠啊 跟这个中国其他的一些思想学派 比如说王阳明的新学啊 他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一个关系 因为我刚才听到您讲了很多这个故事 可能从另外的一些这个理论里面也可以得到一些解释 所以呢我想想了解一下 禅宗对于中国 就唐宋以后对于儒家的这些主流的思想 特别是到明清以后这些这个 从新学发展出来的一些新的一些儒家的流派 他的之间的一些融合和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这个王阳明的新学是儒学了 这个禅宗 他跟儒学的关系 一方面他是向儒学的妥协 因为后来惠能讲得很清楚 他说你要怎么样修行 就是要敬孝啊 敬忠啊 那跟儒家没有什么区别了 说在家孝顺父母 这个友爱兄弟 和睦邻礼 为国敬忠 就是修禅 那跟儒家没关系 没区别了 他佛教他必须向儒家让步 妥协 他才在中国站得住脚 所以这个儒家当中 反佛的人是不反禅的 像韩玉这样的 反佛非常坚决 不反禅 跟禅师来往 那就是一个方面 就禅宗向儒学让步 另外一方面 儒学也向禅宗让步 甚至向禅宗学习 宋明理学之所以产生 就与禅宗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发现禅宗 很有市场 禅宗他是草根的哲学 平民的哲学 人间的佛法 他是要像不认识字的那些 善众弘法的 慧能就是个不认识字的 很草根 或者儒学就发现 这不得了了 这个意识形态的市场 全部给佛教占领了 那儒家也要去占领 这才有了宋明理学 包括你说的当着 王阳明的心学 他们也是要开讲坛的 他们都搞百家讲坛 朱熹啊 这些人啊 办书院啊 用最通俗的 最土的话 最草根的语言 来讲儒家的道理 受到禅宗很大的影响 所以禅宗呢 已经成为中国智慧的 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 从追溯到前期呢 他跟这个 老子 庄子 未尽玄学 关系又很密切 他实际上是用 老子 庄子 未尽玄学的 一些思想方法 来讲佛家的理论 来讲佛家的理论 但是我 我的一个说法就是 老子 是以无为求有为 老子 他的学术 他 拼拼讲无为 其实老子是有为 因为老子的观点 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的目的是无不为 他还是要有为 庄子呢 是以无为求无为 庄子是真无为 而禅宗呢 是以有为求无为 禅宗是什么都可以做 最后达到无的境界 老子是什么都不做 最后达到什么都有的境界 庄子是什么都不做 最后达到什么都没有的境界 莫子和孔子是什么都做 都要达到最后 什么都有的境界 哎呀 这就倒腾了 那这个问题 请你去读我的 《掀奇珠子百家声明》 和《中国智慧》两本书 我今天没法展开 讲那么多了 好吗 我要多回答一些问题 好 过去的那种先前株子啊 那么我们非常关心 就是这个禅宗 对我们现代这个社会 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 这么一种信仰状况之下 那么有什么现代价值 比如我 没有 就是禅宗 对我们现代这个来说是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就是它最高的价值 那些 那些具有最高价值的 一定是没有现实价值的 一定是这样子 它其实是给你一种境界 和一种方法 你再问可以 你再说 那个 伊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我就说以前那个 胡适呢 写过一些关于禅宗的文章 就是根据他的观点呢 就是他说 就您刚才讲的这些禅宗语录啊 都是后人杜撰的 对 然后那个惠能的这些事迹呢 也都是不可靠的 都不可靠 肯定不可靠 就是说 就是说您对于他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从学术上 您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看法 肯定是编出来的嘛 你说这个伊伟渡江 它可能吗 是不是 根本不可能 谁都不可能 踩在一个炉尾上 过了江 这个惠能的六祖谈经 讲他的这个声势 肯定是靠不住的 当然也不能说 一点影子都没有 他也有一些影子 也不能说完全是虚构的 也不能说是完全是真实的 我为什么不在意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真实不真实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能够 从当中受到什么启发 就庄子有一个观点 叫做得于妄权 得兔妄提 得意妄言 庄子说 提者所以在兔也 什么叫提的 就是那个神扣 那个神扣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抓兔子 兔子跑过去以后 一拉就把兔子抓住了 得兔而妄提 我抓住兔子以后 这个神扣我就可以扔了 权者所以在渔业 就是渔网的目的是什么 是打渔 得渔可以妄权 我打到渔了以后 我这渔网我就可以扔了 兔者所以在意 得意可以妄言 因此这个在我们 除了专门做学问的人以外 就是专门做这个研究的人以外 一般的人 读书可以过河拆桥 而且得到他的精神 精髓就行了 所以我是赞成一般人读书 我赞成诸葛亮的读书法 叫关习大略 大致看一下就行了 也赞成陶渊明的读书法 不求圣洁 因为我们作为我们 尤其作为你们企业家 你们重要的是 你要做你的事情 你不是做学问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禅宗的那些故事当中 哪些可靠哪些不可靠 我根本就不关心 谢谢 你刚才还有问题 再问下去 因为第一次来听徐晓年教授来讲座的时候 他曾经提到 或者说我们中欧的讲座 曾经提到 他就说我们有比成功更重要的 那就是社会责任 那么我们确实 那么社会责任呢 我们就讲这是一个很执着的东西 是吧 那么 那么这种执着跟那个 跟我们的禅宗 刚才我们 我告诉你非常简单 要不要执着 不要 不要 不要执着是不等于不要责任 你搞清楚了 我没有说不要责任 我说的是不要执着 比方说 你如果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那么你随时都可以体现你的社会责任 随便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的车开出去不乱停 做得到吗 这个问题 我比方说我每个人都不乱停车 我每个人都不闯红灯 这社会就太平了呀 这一点我有一点这个 我基本上这样子 但是有一点我还不同意 为什么呢 你们这个中欧的这个学员里面 有一位这个这个学员 我是非常佩服 因为我跟他曾经是同事 他叫这个严一鸣 那么严一鸣 我觉得他就是非常执着 非常这个坚韧 正因为他的这个执着和坚韧 我觉得是改变了我们中国的这个什么 证券这个这个一些这个法规 这是怪我没说清楚 不怪你 不好意思 这个执着和坚持是两个概念 不怪你怪我怪我 执着和坚持是两个概念 实际上我刚才这个问就是 我们禅宗的这个现代价值呢 对现代有什么价值 不是 他是一种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 就是你说 实际上我上昨天在南一讲 这个也有人问了 他说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追求了 我说 你只要追求是执着 不要追求也是执着 我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禅宗说不立文字 对不对 最后会能怎么说呢 直到不立文字 不立二字 便是文字 如果从这个角度 我有一个问题 再这个讨教一下我们易教授 就是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科学思维的话呢 原来是一种这个还原论 例如我们说把物体分成分子 原子 电子 对吧 那么后来呢 是一种这个整体论 那么我们的禅宗 是不是有一种这个整体论的 这种这个思维的这个 禅就是禅 我不问了 算了 我们也把这个问问题的机会 给其他同学 好吧 我们不要一个人追着问 易老师 我想问一个问题 禅宗的境界 对您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什么帮助 有什么启发 给你什么经验和教训 就是不执着 不执着就是不认实力 不刻意 不刻意不等于不认真 不等于不坚守 我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语言讲了 因为他这个本来就是 不立文字的东西 就就像这个 就有人问贝多芬说 请问尊敬的贝多芬先生 你的基大调小作品曲 是什么意思啊 贝多芬就把钢琴打开 跟他谈了一遍 他说哎呀 我还是不明白 请你告诉我 你的基大调小作品曲 到底是什么 贝多芬只好再谈一遍 你如果一定要问我 只好把这报告重做一遍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但是我讲 我讲的不值得 是不要刻意 不要刻意 但是不等于做事情不认真 昨天他们 南一也一个学生 我也是讲禅宗 他问了一个问题 说你讲禅宗的境界 你现在达到哪个境界了 我说我没有境界 没有境界就是境界 我从来不追求境界 我只要底线 就是要什么呢 要守住底线 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尤其是道德底线 比方说 我说我有一条底线 不说假话 麻烦又说不可能 我说你要听清楚我的话 我的话是不说假话 我没说全说真话 因为我全说真话 是不可能的 说全部真话更不可能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 我做到就是 我可以保持沉默 因为我还有一个选项 就是不说 如果我一旦发现 我说真话会惹来麻烦的时候 我就选择沉默 我不说 我不说 我还是没说假话 我一旦开口 我说的都是真实的 但是我可以送一句 康德的话给你 康德说 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 但是作为一个公民 没有把 没有义务 说出全部的真实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真话 烂在肚子里 但是绝不说假话 一旦开口就不说假话 但实在没办法 我还一个选项 我就说废话 反正我宁肯不说话 说废话 我也不说假话 所以这条底线 是守得住的 比方说不出卖朋友 这些都是底线 在此底线之上 那么我努力的去做 我能做多少 做多少 做到什么程度 是什么程度 做到水平 是什么水平 能有什么成就 是什么成就 从来不去考虑 我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我从不想对 这就是禅 给我的影响 很多人一再追问一个问题 你现在功成名就 你现在 红的发指 你的成功诀窍是什么 分享一下 你的成功学给我问 我说我告诉你 真没有 我在做决策的时候 是想四个问题 第一这个事情 该不该做 第二这个事情 能不能做 第三这个事情 想不想做 第四这个事情 做砸了 最坏的结果 能不能承受 就想这四个问题 如果 它的最坏的结果 是我能承受的 而这个事情 又是我非常想做的 而这个事情 又是我应该做的 这个事情 还是我能够做的 你要三个条件 想能该啊 恶果 最大的恶果 我又能接受 我就去做 剩下不想了 那么我只要 比最坏的结果 好一丁点 我就赚了呀 企业家们 投资是不是 也该这样啊 叶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 就是说 佛教讲这个 无常 无我 还有四大皆空 那么这样的话 那那么何来的 这个苦乐 何来的这个六道轮回 因为不开窍嘛 就有人问一个禅师 说你们修禅 怎么修啊 他说就是 饿了吃饭 困了睡觉 那个人说 那我们都是 饿了吃饭 困了睡觉 怎么你成佛 我不成佛啊 这个禅师说 因为你饿了 你不好好吃饭 困了 你不好好睡觉 明白了吗 还有吗 好 对 男女要平等 一老师 想再请您探讨 我们探讨一下 执迷不误 这个 这四个字 就是您给的那个例子 就是山下的农民看落日和王石看落日 这两种境界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但是 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 他看到了 他因为他的经历不一样 你觉得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其实就是这两个人 可以说是物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就你并不能够 王石并不能够判断 这个农民 他的快乐程度 是优于 还是不优于王石 农民也没有办法判断他 您也没有判断没有办法判断这两种程度的这种快乐程度是否哪一种更优 对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有一种可能性是农民很早就误了 他选择做农民 王石他在成功功成名就以后他做了不一 他才误了 他误得晚 所以他成了王石 然后选择做农民 对不对 而农民他也是有选择 他很早就做了这个选择 所以就是殖民不误的这个时间 您觉得您是怎么判断的 没有办法判断 没有办法判断 您觉得哪一种状态是优于哪一种状态 是早误还是晚误 而且这个过程是一旦你误了 你就回不去了 你明白了 你知道你忙了一圈还是这么回事 你就不会再去忙了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搞清楚早误好还是晚误好就是值 为什么一定要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呢 因为在任何一个时间上你都是有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 他这个觉悟他不是自己选择的 他叉了间豁然开脑 不由你选择 某种机缘 突然间 所以如果 所以这么说 这个是悟选择了你 不是你选择了悟 如果你不选择 如果你不选择悟 悟是不会选择你的 所以最终还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嘛 就说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来听您的讲座 来读您的书 让自己早一点悟 还是选择去赚钱 赚完钱再来听您讲座 再来读您的书 让我自己晚一点悟 对吧 那就随缘了 我换一位同学 看来这位同学有点执迷不悟了 这是一种随喜功德 老师你好 我想刚才您讲的 那个叫放下秃刀 立地臣服 你能给我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 如何能做到立地臣服 当然您可以拿绑底山伤啊 来举例 你手上有屠刀啊 你的手上有刀吗 没有刀 你就不存在放下的问题 他剥削工人 所以他是老板剥削工人 就手中有刀 如果你手上没有刀 你就不存在放下屠刀的问题 如果你手上有屠刀 请你把刀给我 我帮你放下 拿来 拿得出来吗 已经放下了 有禅师就是这样启发的 这个惠可去向达摩 这个求教的时候 这个他是在雪地里 占了一夜 雪都没过了膝盖 达摩才收了他 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学佛 他说我心不安 我总不安心 求大和尚慈悲 把心给我安了 达摩说 把心拿来 给我 会不会是我心拿不出来 那已经安了 这就是残冲的疾风 误了你就误了 你没有误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你要有屠刀 你要是没有屠刀 你就不存在放下的问题 如果你是有屠刀的 请你把刀交给我 易老师你好 我有个问题 刚才听您讲故事 讲到那个放下屠刀 立地成活那个故事 就有一点不太明白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屠夫 他执意要死 这么执着的要去死 他反而就能承受 那不是跟这个破直 这个理念是个冲突的吗 就好比这个误这个道 误这个禅宗 这个境界这个事情 那你就执意要去误这个事情 那本身不就是跟这个破直的 这个理念就是相反的吗 不太明白 谢谢 他不是执意要死 对于他来说 死就是不死 他并没有执意要死 他没有没有拼死 冰火 人家拦住他不要死 他非得去死 那才叫执意去死 他并没有执 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 这个 你刚才说你一定要 要坚持自己的底线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 因为如果真的有底线 是不需要刻意的去坚持 明镜一会 当然我不刻意 我只是说要有一条底线 这个底线对于我来说 是不需要刻意去坚持的 它就像那个东西 就像那个电脑里的程序一样 那个程序输进去以后 他就在那 你只要做某一个动作 那个程序肯定自己会运行的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真性情就可以了 就是真性情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做 对对对 他不会刻意 他会 他甚至到最后他会有生理反应 就是当你违背你的真心 你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的话 你会很恶心 会恶心会吐啊 会头晕啊 他会都有 他会有这些反应 最后两个问题 他是不需要刻意去的 他是一种自动化 自动 易老师 我们这有一问题 就是请问一下 那个为什么要成佛呢 您认为您成佛了吗 没有说一定要成佛 一定要成佛就是直了 你可以不成佛 所以佛还有另外一句话 叫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你可以选择下地狱啊 没有关系的 所以一定要成佛 是直 一定不能成佛 也是直 好 我们最后一个 我来 我要是那个 我不是问问题 我就听了你的讲 这个 讲课以后 我谈我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听了得没听 没听得听了 没听也得听了 那很好 他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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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这个 问问题的环节 就到这里 继续 让我们再次以热力的 这个掌声 这个感谢这个 易老师 这个精彩的演讲 哎呀 我都爬了 我也希望 今天大家听了 易老师的讲说 不要再责迷不 对吧 该放下的要放下 要放得下 最终都得放下 不管你想放下 不放下 最终还得放下 他其实 我补充句 他其实是 你该放下 你就放下 该拿起就拿起 想放下就放下 想拿起就拿起 这就才是叫做误了 好 那么 我们为了表示 对这个易老师的感谢 有分享投资 这个校友崔星星 这个代表 这个校友赠送的礼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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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